接下來到東協大市場的時間 我們先要來關注到菲律賓的政壇 那菲律賓的憲法是規定總統只能夠一任是六年 而且是不可以連任的 也因此總統杜特蒂他的任期 在明年六月的時候就要屆滿了 但是杜特蒂的對手他相信杜特蒂還是想要繼續的掌權 尤其是在杜特蒂的親信克里斯多福 他在30號的時候是表態他拒絕執政黨推舉他 代表來絞逐2022年的總統選舉 那麼分析家就表示這個可能就是杜特蒂他的女兒參選之路 現在是幫他開到了 那麼杜特蒂就表示如果他的女兒薩拉不角逐總統大位的話 他就是沿你在2022年的5月的大選代表執政黨競選副總統 那麼政治觀察家就覺得可能是這個參選副總統 這個是幫助杜特蒂來說是之後他可以再任總統開啟後門 那麼根據民調顯示 其實在可能角逐這個副總統的數位人選當中 杜特蒂他是以18%的支持度居冠 那麼薩拉呢他在總統的項目當中是以28%的支持度 現在是名列第一 另外我們來看到馬來西亞的部分他們的新首相呢 他叫做伊斯麥莎比利 他8月21號的時候才剛宣誓就職 但是沒有想到30號的時候就傳出他曾經是近距離的接觸過一名新冠確診者 所以他是必須要自我隔離 因此他接下來就缺席了包含了昨天這個新內閣的宣誓就職儀式 另外就是還有今天的馬來西亞獨立日的慶祝活動 只能夠是採視訊的方式來參與 那麼伊斯麥莎比利他原本其實是副首相 但是呢他現在就是要接替在16號辭職的首相慕尤丁執政 那麼其實飽受醜聞困擾的這個巫桐黨呢 他們也因此現在還是能夠繼續的掌握政權 那馬來西亞境內其實疫情是蠻嚴重的 而且他們現在是不斷的延長他們的封鎖 結果呢就重創到了經濟 所以伊斯麥莎比利他一上任 他就要面臨抗疫的重責 那自己結果呢就是因為接觸到了染疫者被迫隔離 不過他的辦公室現在沒有說明他的隔離 到底是要隔離多久的時間 以及他是否已經有接受過病毒檢測 那麼再來我們看到疫苗代工大國也就是印度 那麼現在印度全國呢已經超過半數的成年人 他們都至少打過了一劑疫苗 所以印度就說了在接下來幾個月內 他們是有望可以恢復他們的疫苗出口 那麼印度他們捐贈啊或是銷售 多達了6600萬劑的疫苗是給將近100個國家 但是因為他們國內的疫情從4月中旬的時候 開始不斷的升溫 所以呢政府呢就說了禁止疫苗出口 是希望可以先把疫苗放在國內來使用 希望國人都可以趕快打到疫苗 也因此打亂了許多非洲啊 還有南亞國家他們的疫苗施打計畫 那麼消息人士現在就表示了全球最大疫苗生產商呢 也就是印度的血清研究所 目前每個月的產量可以達到1.5億劑的AZ疫苗 這個是4月的產能將近是兩倍以上喔 不過疫苗出口現在是沒有一個固定的時間表 雖然也不確定到底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出口 但是呢這家公司是希望幾個月內的話 就可以來重啟出口 最後我們要看到印尼首都雅加達的新溫疫情 最近是趨緩下來了 那麼30號開始呢 大約是有610所的中小學等等的各級學校 他們是陸陸續續的恢復實體教學 那麼為了要保持這個社交距離喔 所以學生他們是輪流到學校來上課的 每個班級也不可以有超過18名的學生 而且座位都要拉開距離要1.5公尺 那麼雅加達東區有一所小學 他們目前是只有禮拜一禮拜三跟禮拜五的時候 會讓學生到校來上課 而且每天分別有兩個年級的學生 那麼禮拜二跟禮拜四的時候 他們就是進行這個全校的一個消毒的行動 那麼印尼這波疫情是從5月中的時候 快速的升溫啊 就是受到Delta變種病毒 那麼之後學校就開始陸陸續續都改為線上教學 但是呢現在有專家就發現了線上教學 其實問題還是蠻多的 而且對學生而言這個不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方式 因為你也沒有辦法跟你的師生來互動 那麼雖然疫情現在還沒有到完全的結束 還沒有到真正的完全趨緩下來 但是如果學校現在是不趕快開學的話 恐怕是會影響到學生的學習 那麼也因此印尼才會從30號起呢 是恢復實體授課 不過學生他們都要依照規定是全程都要佩戴口罩 那麼有的學生他們就乾脆會戴防護面罩 而且大家都一定要排隊來洗手 另外學校也規定了要避免握手啊 或是親吻長輩的手臂這樣的打招呼的肢體接觸 並且是一定要維持1.5公尺的社交距離 以上就是這節的東鞋打市場 這節的東鞋打競吮 這個東鞋打競梭 俄製的隊伍 三岸打競梭 對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